疫苗一轮一轮接续打 10号单日打了32万多剂 是开打以来第二高 让涵盖率提升到将近48% 但有民众反映 住家附近接种站都额满 必须跨县市预约 指挥中心提出解放 有这些问题的县市政府 做了一个沟通 所以会增加 指打站的可预约人数 可以就近选择所在地的指打站 那尽量避免跨去移动 而紧接着也即将展开第九轮预约 打的是BNT和高端 对象包含18到22岁 65岁以上及第九类中 40岁以上有选BNT的人 另外已经接种第一剂高端疫苗的民众 间隔满四周 也可以在17号中午之前 进行意愿登记 开放预约的时间是9月20号10点 至9月22号12点 那预计要施打的时间 BNT是9月25号到10月2号 那高端是9月30号到10月2号 另外如果是12到17岁 不在校施打或不在籍学生 也可以在14号早上10点 进入平台医院登记BNT疫苗 而检视目前疫苗库存量 唯独莫德纳剩零星剂量 因此医界提出能和BNT混打 疫苗工作小组 其实有做初步的讨论了 那希望能收集更多的资料 那目前看到的资料就是 加拿大是允许两种疫苗 可以是混打的 那欧盟也有许多国家 也是非正式的规范 那可是其实也有这样的混打的一些状况 指挥中心表示还需要更多证据来讨论决定 不过国内已经有专家持肯定看法 更表示BNT副作用小 想解决等不到莫德纳第二季的困境 这是个解套方法 大家新闻聆听许英豪台北报导